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路风大发雷霆 广东行召逆转 交出最大水货 拖一级零后腿 球迷路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色别连赛 聊一聊 备受关注的广东队 在今天晚上黄金时期 色别迎来了脚底大战 那就是 未免冠军军 广东队迎战吉林队 众所周知 吉林队拥有超级外人 穷师 整体实力也不容小觑 再加上本场比赛 广东队的明星后瑞 赵瑞技术缺席 也给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困境 那么本场比赛 真的是趋性的 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那么在前三级 广东队凭借着 一级零杜荣旺等球员的 趋舍发挥 取得了接近20分的 领兴优势 那么到了第四节的 后半节 杜峰指导也是对性承诺 给球队中的众多领兴球员 担定的机会 换下了举例队员 让王兴凯 征凡日 这个等 替补队员登场比赛 然而呢 就在比赛的最后半节 广东队 却省些遭逆转翻盘 那么两 这个吉林队 凭借着顽强的斗志 将比分 追赶到还只差两分 那么杜峰指导 在场边也是大发雷霆 对于球队中的 年轻球员的表现 提出了盈利的批评 那么其实 提到本场比赛 虽然说广东队 最后以99比95 显胜吉林队 但是呢 球队在最后时刻 差一点就遭逆转翻盘了 确实未免冠军 强大的冠军 抵御 有些不相符合 很多球迷 也是为广东 的年轻 队员 感到 不够满意 甚至 很多 气氛的球迷 在网络上面 直接炮轰 揪出了广东 队的最大水货 那么本场比赛 益晶林继续暴走 拿下了欧死三分 死一个篮板 可以看出 在比赛过程中 益晶林对于球队的核心 引领作用 而且 在本场比赛中 益晶林还上赢了 寂静四座的 暴力扣篮 可以看出 大哥 目前的状态 正在一步一步的恢复 这也是广东队 本赛季冲击总冠军的 利好消息 那么同时 本场比赛 广东队的神射手 杜仁旺也迎来了 传名大爆发 传场比赛 杜仁旺九投九中 没有投尸任何球 拿下了欧死分 七个篮板 个人竞技状态 非常的爆空 那么另外就是 小将征反日 似乎也迎来了 触底反弹 本场比赛 征反日也拿下了 十一分六个篮板 七投五中 相比于 这些球员的 优秀发挥而已 广东队的 三连贯的 这一个球员 王兴凯 本场比赛 低迷表现 继续遭受球迷的炮轰 本场比赛 王兴凯登场六分钟 曲线了三次失误 这个整体进攻效率 为-21分 很明显 王兴凯 拖了易静零的后腿 而且 在最后时刻 杜仁知道 将王兴凯换上场之后 由王兴凯来控球 那么然后 王兴凯 连续曲线 三次失误 让吉林队 抓住机会 打去反击高潮 那么广东队 才遭入到了 省些力端翻盘的困境 那么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王兴凯 甚至很难将球 控制过半场 而且在 确信低级失误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坐在场边的 大哥易静零 表情非常的真实 直接用毛巾 舞具 头部 感觉了 无法观看 场上的表现 确实 王兴凯 一等球人了 在广东队 摸爬滚打 这么多年 感觉进步 甚微 那么在前面采访的时候 杜丰之道 也是明确表态 有些球员 在广东队 躺赢了 三点关 然后 受到球迷的关注 以为自己成为了 这个联盟中顶级的球员 那么可以看出 广东队的年轻球员 需要提升和进步的空间 依然非常的大 在球队大令兵的时候 居然 连续确信失误 差一点被对手 力端翻盘 这对于 未免冠军广东队而言 是无法 接受的 因此 很多愤怒的球迷 也是忽怒了 杜丰之道 真的应该动手了 球迷朋友们 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